拔牙沒吃抗生素 慘遭細菌感染及住院 病人拔牙 沒有吃抗生素 臉很腫 腫到眼睛都有點長不開 住院中他的心跳很快 後來我們就想說 可能有可能就是細菌會 藉由齒槽進去 然後經過靜脈到心臟 那他有可能會造成 肌內膜炎 結果肌腸內科一看 真的長出一個叫 A型的鏈球菌 它這個就是 肌內膜炎最常見的細菌 今晚10點 東森綜合台32頻道 醫師好了 中文字幕組合台 中文字幕組合台